水平 懷的體驗也是個體驗 好的體驗也是個體驗 然後當壞的好的你都體驗過以後 你就知道你未來想要的是什麼 我是Alvis 我是个DJ 也是电子音乐的制作人 玩DJ一开始是玩票性质 然后你在家玩了一段时间 也觉得这个音乐应该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更有趣 开始慢慢找机会 从一些小的lunch bar 或酒吧开始做DJ 把职业当作你自己的爱好的 这种机会其实不太多 所以对我来讲我还蛮珍惜这个机会 可是对DJ来讲有时候是相当忙碌的 但有时候可能你一个月也没有机场演出 然后没有演出的时候 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因为毕竟还得生活 克服这些压力的话 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断的往前走 结果也没有办法违避这些问题 或者就是说既然这些东西都是你喜欢做的东西 所以你也不需要说感到压力啊 就不断的去做 这就是一个lifestyle 有一次去某个城市演出 有一次去某个城市演出 有个女孩我放完的时候她跑到我前面 她就说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难听的音乐 那个时候我听到这句话以后 多少都会挺难受的你知道吗 就是被人批评啊 或是人家不喜欢你的东西啊 我真的是跟我自己讲我必须得更努力 我挺喜欢受打击的 因为当你受了打击以后 你才有那个战斗力 Excellent对我来讲 每一件事情态度是第一位 成不成功是其次的 你自己对得起自己 你用你最认真的态度去做 不管结果是怎样 大家都能感受到 所以你得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 我是 Elvis 我是 Elvis 我 everything happen 我是 Elvis 你也可以 casPer 是ğ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